老二 精神告诉我 你是属于我的 你还没有娶任何人 你堵住了怎么告诉你 你说 你到底玩够了没有 你想玩到什么时候 你就不能配我一下了 好 好 我配给你 你告诉我 你娶了没 你玩够了没 你真的很不配合耶 你干嘛 防身 你有那么怕我吗 我不怕你 但我知道 要上你的节目 你没看我衣服穿得特别的 对 你今天看起来好厚实喔 我很有层次嘛 一件 两件 三件 现在是夏天耶 是啊 穿那么多件干嘛 这样比较不好下手 你觉得我只会从前面下手吗 你觉得后面没有保护吗 你后面又穿很多件 吴奇隆啊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啊 想当初婚前的你 多么的自在潇洒 现在你看看你多拘谨 我一向都是比较保守的 其实 以前的你 以前的你 还跟我演过对手戏 你记不记得 当时你未婚 是 配合 可以 一切都是我多想吗 是 你从来没有对我心动过 不是 我不听 你从来没有对我心动过 从来没有对我心动过 从来没有对我心动过吗 不许摇头 有吧 怎么那么一秒 我得知有这么一秒 我就满足了 我还是诚心地祝福 你娶到一个好女人 施施 谢谢 她真的是没话说 你跟她结婚 是新婚第几天 四个月 四个月 后悔了吗 你后悔了吗 我的眼泪 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来吧 等会儿 虽然你结婚了 我诚心地祝福你 但是在你婚前 我们俩合拍的MV 还是得看一下吧 我们什么时候合拍过MV啊 有 你少装傻了 我就要听 你学习 他要听 你学习 如果你不懂 那我没办法 你我听 你学习 搭手牵手手 跟着跟着走 爱就是永远不放手 爱就是永远不放手 就跟你说过 我们拍过 你都不记得了 你当时默默的跟真的一样 特别献给你的 谢谢 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 你跟詩詩拍的那一段 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她那个 然后我就特别在那一段戏的时候就是 你觉得我跟她这样子也比较漂亮 我跟她 我跟她诗诗 你想听实话吗 我要听实话当然 你敢听实话吗 我没有什么是在怕的 但你不可以读我的嘴 谁这样比较漂亮 她 谁 她 谁 她 她是谁 原来是我啊 我就知道 来 我们来做菜吧 所以你这要做什么菜 今天啊 今天做 那个西湖醋鱼 你是真正会做菜男人对不对 我 鱼来了 鱼来了 新鲜的大草鱼 哎 怎么善呼 杨亦菲 我今天是S姐的小马仔 麻烦你有今天 所以就是需要我做什么的话随时吩咐 需要做什么 那你先把鱼鳞给去了 把内脏给取了 然后洗干净了 然后把那个锅给热了 然后我们俩去旁边做 你又要顺便喝一个 授权摘的红糖姜茶 我们喝下 你先处理鱼啊 乖 哎 怎么跟那个剧情好像发展的有点不太一样 哎 讲真呢 你说 我不会做菜 你不会做菜 那你会在这当当助理呢 所以只能当助理啊 你还会什么 就是让S姐开心 那你说 我跟刘诗是谁漂亮 你想清楚了 有一些 啊 啊 S姐比较漂亮 好 啊 啊 其实 没有其实了 没有其实了 没有其实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 阿比 你现在是个有味道的女人 你现在谁看出来啊 因为我闻到鱼腥味了 哦 真的吗 弄不了了 走 别走 龙儿 龙儿 别走 好啦 我开玩笑的 你 你想太多了 不怕我裙子脏了 还怎么样 好 你知道我怎么处理鱼 因为说真的 我是一个会做菜的女人 可是海鲜类 我真的不拿手 是吗 鱼就先处理鱼鳞 来 鱼鳞就刮它是不是 所以你有做过这道菜给 试试吃 试试吃 哈哈 吃 你有做过 试试吃 你有做过这道菜给 试试吃吗 这道菜没有 为什么不做这道菜给 试试吃呢 因为平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处理 在家是你做菜还是试试做菜 我做菜 每天 那试试会点菜吗 没有点菜 其实通常就看厨房冰箱里有什么做什么 那你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大厨师啊 试试这样处理鱼鳞 鱼鳞会不会很不自在啊 会 你会外套脱了吧 脱衣服 试试试怎么会叫她做呢 你还真的想脱她的衣服啊 早上脱完了 好 你这个就不用了 这不用吗 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可是你白症 对啊 保护白症 对对对 扁秀的这种是我来吧 平常在家也会做这些事情吗 哪些事 就是跟你老公也会帮他穿衣服啊 整理衣服啊 我老公 谁啊 对 对不起 我忘记我结婚了 好忘了 因为你知道结婚12年就是这样子了 到最后就是嘛 那么久了 嗯 所以你现在好像很激情对不对 两年后你再看诗诗 你看看你想不想打他 他多说一句 我很多想说闭嘴 是这样吗 对啊 你是经验之谈吗 对啊 那你被打过了 哎呀我们做鱼吧 两次而已 好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 没有什么时间的关系 哎 鱼弄好了 什么时候弄好的 我刚刚在你那个 擦眼泪的时候 擦眼泪的时候就都清完了 OK好 所以你要怎么处理它呢 所以你要怎么处理它呢